在此,我深刻的反省,何到前? 哈囉,大家好,189 昨天晚上,伊朗對以色列射出了300多枚飛彈和無人機 被以色列和美軍成功攔截住了99% 只有幾顆零星的沒有被攔截住的落到境內 造成了一名女童的重傷 同時,伊朗人民在國內歡呼成功復仇 以色列人民大部分也在歡呼 因為在空中看到大部分的伊朗飛彈都被攔截住了 那這個時候,又有羅刹國小粉紅的事啦 中國媒體也是鋪天蓋地的報導 登上了微博前三的熱搜 那就有許多小粉紅痛嘛 肯定是以色列跟美國造謠啊 美國武器系統怎麼可能攔截率99%呢? 你看,我看到好多剪輯的視頻 還有把同一個影片翻轉再翻轉 然後變顏色全部拼接在一起 你看300多枚、200多枚都打到以色列境內了 美軍系統落後不堪 我看到蠻多這種異營的影片跟異營的言論 肯定跟我國網紅貓一杯一樣啊,造假 那等等我們再來說這個中國網紅的事情 那說回來,或許成功率沒有99%這麼高啦 但是我從直播影片看的畫面 90%應該是有的啦 如果真的低於這個數字 今天各國新聞媒體報導的 就不會是這個樣子了 包含你家中共國黨媒 也不應該是會這樣子報導 請雙方克制 而且為什麼伊朗在對以色列發射飛戰之後 立刻宣布復仇行動結束 而且警告美國跟以色列不准反擊 如果伊朗這麼有自信的話 為什麼不擴大打擊呢? 最好是把以色列打到派出李鴻章 簽署馬關條約對吧? 為什麼網路上一堆小粉友 要噴美國跟以色列造謠呢? 因為就是小粉友他們不想承認美國軍事的強大 美國系統跟中國系統的差距如此之大 只有中國是最棒的 如果我承認人 哇 那我中國跟美國差距很大呢 你看如果美國武器真的那麼厲害 那我們怎麼打台灣? 我跟那些彎彎人在網路上噴的時候 他拿這個事來縮嘴的時候 我要拿什麼來反擊呢? 我心裡難受 憋屈啊對不對? 我消費又這樣擠了 所以現在一些粉紅就往死裡去挑骨頭 說好啦 對啦 美國或許有攔截住90%或是99%啦 但如果美國真牛逼的話 當然應該100%攔截 甚至200%對吧? 這就是中共與其黨與慣用的伎倆 你沒有做到100分那就是0分 所以你跟我中國的軍力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都沒有100%的技術 所以咱都是0分 這個概念如果你們有跟粉紅交戰過的話 應該蠻常見的 那其實伊朗他就是知道 我自己打不贏以美國為後盾的以色列 而且以色列是真的有實力的 伊朗也清楚 以色列有絕大部分的機會跟機率 可以攔截住我們大部分的飛彈 所以他故意讓美國更容易取得情報 放話給國際說 我將在幾小時後打你們喔 對吧? 我已經先跟你說我要打你了 讓以色列可以直接待命反擊 所以伊朗才說嘛 你在我設飛彈之後 不要給我反擊 白話文就是 你留點面子給我 我現在國內民眾抗議的壓力太大了 如果我再不做出反擊 我內部政權會有危機 而如果換一個更激進的上台呢 他有可能就會對美對以發動戰爭 那這樣我們這個國家可能會垮掉 但是如果長期打下去 我的國力肯定也是打不過 我的軍力也打不過 那到時候我政權一樣會有很大的危機 所以雙方演一下戲 畢竟你理虧嘛 你先到大使館 對吧? 這就是政治啦 雖然小粉有說 美國的代理人戰爭在中東 是以色列那些國家 但起碼美國敢承認嘛 但是伊朗呢 他後面明明就有兩個怂包代理人 而且這兩個怂包代理人 還不敢跟美國一樣公開支持自己的小弟 真的出事就 不知道關我什麼事啊 我又沒有公開承認 不要撤我後腿啊 所以我忽然覺得 伊朗比中共更有本事一點 更有膽識一點 我們都知道4月1號以色列 炸了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所以才有這場報復行動 我們回顧1999年啊 美國也是炸了中共國駐南斯拉夫聯邦的大使館 造成了3人的S20人的受傷 那那個時候在中國國內 引起了軒然大波 上萬人包圍美國駐北京大使館 對吧 一開始噴漆啊砸窗戶啊 直到中國政府發現這樣不對啊 所以派出了公安打在美國大使館外 保護美國人 阻止中國小粉紅衝進去 那其實這是一個擊敗邪惡美帝的機會 如果你們當時以這個為藉口 對美發動戰爭 現在就不會有美帝了 現在就叫做中國加州省對吧 中國紐約市諸如此類的 但你們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中共沒有聽取小粉紅的建議 對美國發動戰爭 那為什麼沒有這麼做呢 還有一個沒有被證實的外傳消息是什麼呢 是中共的一些人員啊 派人在當地 撿了一些被擊落的美國軍機殘骸 運送到中共國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地下室 那這個消息被美國知道啦 美國怕了這些技術被中共拆解 血走對吧 所以才選擇誤炸了中共大使館 那而後美國啊 他也賠償每一位這個S的家屬 450萬美金啊 1999年的哦 以及2800萬美金給中共大使館 而中共政府啊 他也反賠了300多萬美金給美國大使館 所以小粉紅 你在笑話以色列的時候 不妨想想 你們其實比伊朗還爽啊 你們粉紅每次預測未來 對吧 都會發生巨大的偏差 從疫情以來啊 還有中國經濟跟美國貿易戰啊 各種各地戰爭衝突啊 你們全部都是反指標 也要包含你們的A股 接下來說一下 中國知名在法國的網紅 貓一杯他翻車的事情 在我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他的中國全平台啊 被封殺了 除非現在又被解封 或是他又創小號 那這另當別論 那貓一杯他在法國的中文圈 算是一個大網紅 時常分享一些法國與中國之間的 啊 差異跟生活事物對吧 而且他今年的二月份啊 拍了一條 在法國巴黎 撿到小學生 請拿丟失的作業本 那這裡面就是一個法國人說 我在廁所撿到你們中國小孩的 這個寒假作業呢 然後貓一杯啊 就把這個事情拍成影片說 我還幫他寫作業 我要把他送回咱們國內給他 而這條影片漸漸的在中國網路上 得到了巨大的討論 當然也受到一些中國網友的質疑 這是擺拍吧 而貓一杯啊 他又拍了一條影片表示 你看喔這是我跟他媽媽的聯繫記錄喔 回中國之後 肯定就要還作業部給他了 那這幾條影片為他賺取了巨大流量 那中國各地的公安局啊 也在幫忙找 欸這個作業部是誰 勤勞是誰 來找出來 弄公安系統 找出來 其實中國政府啊 中國公安局啊 想藉由這次的機會宣傳 你看 不管你的作業部到哪 咱們中國政府跟中國網紅啊 只要是中國人啊 都會把他給帶回來 咱們中國就是強大 牛逼對吧 而隨後啊 越來越多中國網紅啊 可能他剛好住在歐洲 或是順便去歐洲旅遊吧 總之 蠻多這些網紅啊 就跑去巴黎 依據貓一杯這個模板 開始擺拍 出現什麼 我家外甥啊 我家親戚的孩子啊 我朋友的孩子啊 誰女兒啊 在巴黎也丟了作業部 所以就越來越多這種模板 擺拍的行為對吧 直到4月7號 中共警方啊 點名指出這個 南通楊某某啊 假稱外甥在巴黎丟了作業部 這些全部都是造謠 所以就有人把矛頭指向 原創貓一杯 最後啊 點不住壓力 貓一杯在4月11號 在抖音各平台發布了這個道歉影片 4月12號 杭州警方才出面說 欸 貓一杯的事情啊 也全是造謠 4月13號 中共黨媒 人民日報也發文痛批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 貓一杯的平台 就被禁言 或是被關閉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他的道歉影片吧 起初我發布這條視頻 是因為我法律意識淡薄 事情後面的發展 也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 引起了大量的轉發和討論 擾亂了網絡秩序 造成了大量的負面影響 並且還佔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 無染了網絡環境 在此 我深刻的反省和道歉 那其實也有些人認為 中共大事不抓 竟抓一些小破事 畢竟貓一杯 雖然它造假 擒朗這個事 但它並沒有對任何人的利益 做出受損的行為或是侵害 那至於為什麼出動黨 支付封禁它所有的帳號呢 其實說句難聽一點 在現代網路資訊化的時代 人人都可以是網紅 只要有大一點的網紅出一點事 不管這個事 是大是小 不管是什麼事情 全民痛罵 揪著你一點痛罵 因為很多人想看你落馬 很多人也想要成為你那個位置 那就是等吃瓜 平時工作壓力太大 我就是要看到你血流成河 我才爽 所以你看 在中國的藝人 真的 你必須是一個聖人 你必須是一個完美的行家 一點正常人會犯的瑕疵通通不準 其實你們認真去看 中國藝人比起台灣跟歐美藝人來說 他們對於這個完美形象的壓力 真的非常的大 尤其是接近聖人標準這個壓力 否則啊 你就永遠封禁 而中國平台上充斥了大量的擺拍 連中共自己救災抗災都在上演 對吧 甚至連一些傳統市場 海鮮市場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什麼 打假在中國的影片 對吧 缺金少兩 不然就給你掉包 不然就是這個 秤重嘛 加重 假設啦 明明是一百斤的 你秤上去變成一百二十五斤 一百三十斤 那當然越重錢就是越貴嘛 而這些荒唐的事情啊 可能拉回到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台灣還看得到 但現如今的台灣 其實非常非常非常少這件事情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並沒有什麼人 拍這種打假的影片 是因為沒有這個需求 所以其實 我們也不難理解 為什麼小粉紅天天說 台灣人造假 親眼緣 他們自己就是生活在那種 環境 所以他們當然會先 以這種價值觀來看待 對吧 那重點是 他們連自己中國各地的口音 都分不清楚了 只要你說話沒有明顯的 判別腔調 像是什麼 廣東廣西腔啊 四川重慶腔啊 東北三省腔啊 北京腔 河南腔 那你只要沒有一些 特殊的腔或是捲舌的口音啊 或是鵝化音 他們會全部把你打成是 台灣人演員 台灣省口音 所以不用再怪小粉紅為什麼都看不清國際情勢 中美差距 還有各地的經濟狀況 戰爭發生的局勢 因為他們連自家人的口音都分不清楚了 你還奢望他們分析國際嗎 那我看這樣吧 不如你們先把貓咪杯的小學作業寫好 再說囉 那影片的作業 我們現在要介紹一下 我們攝徒日記自己推出的 六四Don't Touch Me的坦克1 那這個Don't Touch Me的靈感來源 是來自於倫敦小粉紅的Don't Touch Her 那現在已經開賣三天多了 預購截止日是到4月21號 所以喜歡的朋友們 想在當天跟我一同到自由廣場參加活動的朋友們 趕緊下單購買 目前推出均綠跟黑色兩款 從XS到3XL都有 那網站內還有其他的搭配組合優惠 保證衣服是舒適 不磨皮膚的 而且又不會有激凸的問題 歐美日韓 新馬紐澳印等等 什麼大洋洲啊 中亞 我們都有在配送的 好 那購買連結就在下方資訊欄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飲料把我封鎖 我是帽子小姐的 掰掰